保护眼睛是一门重要课题 依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儿童青少年势力监测检查 结果显示 幼儿园小班近视率为6.9% 大班为9% 国小一年级为19.8% 到了国小六年级已达70.6%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阶段 是近视防治的关键期 因此国民健康署呼吁家长 要多注意掌握孩子远世储备量 他的储备就一直一直的被消耗 所以就会产生了近视 那还有一个观念 越小孩子近视 未来成为高度近视的风险就更高 所以今天的记者会 其实重点就是告诉大家 远世储备的概念之外 希望爸爸妈妈还有照顾者 能够定期的带你的宝贝呢 去做一个定期的艳光 跟散同的检查 了解那远世储备剩多少 还有呢及早养成所谓的良好的护眼习惯 那我想远世储备会是 之后近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力气 那我们吴医师他也用时间医学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 能够一天在外面 能够活动120分钟以上 所以我们又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在学校容易进行的方式 就是下课教室集团 让孩子下跪的能够到外面去放松 年轻的肌肉 这样能够接触大致 希望能够让 吃力不良率能够能够降低 那这是我们工作的预标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建署 把所有的资源工夫工具 汇整成一本好点 我想我们会持续在校园里面深化 那也会继续推广 那主要是基于 如果说你从小进士到成年之后 会有高度进士 那到了中老年人的时候呢 这个年季 高度进士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譬如说 埋葬会比较早来 情况炎 甚至受访班部的离别 以及受了玻璃的情况 所以在这几年 我想中华民国演科医师 以及国建署 以及教育部 都希望把这个进士的度数呢 降低 你不要增加到你的高度进士或病理性进士的程度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 那国建署跟教育部 积极的让这个进士的房子 除了说不让这个度数增加之外 那今天也特别 就是说让这个进士的房子 往下希望这个保留我们人士的准备 也就是说让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 他可以往这个远世的度数 不要很快就进到进士的这个层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国建署 非常的努力 以及吴医师非常的热心的有参与 那有这个保典的这个产生 那我想等一下我们眼黑医师 这个吴医师呢 在这方面非常的专业 但也可以提供大家很好的意见 以及疑问的解答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全国所有的眼黑医师 都非常的愿意也热诚的参与 我们血统进士的房子 国建署也会着四大户野迷思 破解父母及主要照顾者 对儿童禁士房治的疑问 之前患财染的影片拍摄 然后跟吴医师对台 其实我才发现说 我还是有一些做不及格的地方 譬如说带小朋友长时间玩积木 或者是做手做 时间一长也是很商演的 所以这一次拍完影片之后 我真的就要掌握每30分钟 要休息10分钟的3010护眼匹马 来掌握吴医师的灵魂直窗 小朋友在学校的实力检查 如果达到一点点 我们会认为说实力是正常 不过它并没有代表一个精确的做出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 因为小朋友眼睛常常就是会紧绷 比较没有放松 那甚至在学校比实力的时候 或者说发情很吵雜 或者是它稍微一年 那有可能从比较差的势力 都变得比较好的势力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会希望 家长带孩子们到点黑咬夜所 点一下放松眼睛的带风机 转笑的 那就可以知道它真正的度数 那就算实力是1.0 它还是有可能是远视 或者是远视储位不足的近视危险期 或者是近视都有可能 所以这时候 在还没有三统之前 可能是呈现一个讲信息室的情况 那三统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牌子真正 它的本钱 它的扣打 大概是多少的远视 那如果说远视不够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 比较积极的行为 然后去地方说 它的这个远视储备的口囊 尽量把它维持 不要马上把它花掉 就变成近视 那就会持续增加 那一旦变成近视也每年增加100多 很快500多 就变成高度近视 这次远离二十例的威胁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就三二一之后 就讲这个口号 那我们是